字幕君 郭忠祐 Google的話 你可以Google給我一個家 可是你也可以Google給我屁戶 他有一些就是相關的一些資訊 然後剛剛那個是真的真是改編的 有點可惜剛剛那個最後沒有播完 如果大家之後 好像走圖這邊也還見得到 最後他那個部分 他有演員跟實際上這個庇護所的主辦人 還有主角和他們這個庇護所 他們大家去玩 去真的去澤西還愛的一些一片的照片 就感覺真的很不錯 我不知道大家看這部片有沒有哭欸 我那天在家裡看的時候自己哭著稀哩花 然後我先生進來都不注意他就做事情 然後我剛剛在那邊看到最後一幕的時候 我又默默的眼眶泛淚 真的覺得很感動 好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原本是念傳播的 然後我在就是 政大廣電所畢業之後 我現在在中環境工作 然後後來因為個人的興趣 所以後來決定去就讀就是資商所 然後我就考上了心理師 然後之前有擔任輔導老師 還有在我的實習是在台灣大學的實習的 然後目前我在語言心理治療所 還有為許心理診所擔任兼證的心理師 然後我有粉絲專業 那我目前也在寫書 那書籍預計就是年底會出 然後大概是寫情緒相關的書籍 然後我本身也是一個金屬院端出場 對所以這大概是我的自我介紹 那我想說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也沒有很久 所以我就先直接介紹一下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OK 大家一開始在看這個主角的時候 大家認得出來她是那個什麼凡妮莎 就是演那個那個什麼定性冒險啊 一個很漂亮的小女生 然後呢她演這部片的時候 看起來跟她格子超級不像的 看起來像個小男生一樣 我不知道大家在一開始看到她的遭遇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真的是一個很辛苦的人生 尤其是她一開始 媽媽很瘋狂的在拍她那個計程車 然後她已經知道她是逃出來的 但是因為她身上存不夠 所以她又被計程車司機丟在外面 對不對 然後她後來半途要去披护所的時候 她要去找她老爸的時候 因為看起來太像不良少年 而且老實說她的種族也有關係 所以馬上就被警察逮捕 就立刻說她是什麼 試圖闖入 對不對 但是沒有人家有禮貌的 就是拍門 她其實是敲門 她也沒有拿石頭去打玻璃之類的 所以其實在一開始 這個主角Apple 她感覺到的是什麼 她感覺到的是沒有人要活 媽媽雖然好像要她留下來 但是希望幹嘛 媽媽賺錢對不對 而且她留下來可以幹嘛 多領一些錢 多領一些救濟金 對不對 然後呢 她自己的遭遇 讓她感覺沒有人在乎她的感受 她在那個過程中很容易 因為她的外型 或是她現在就是淪落街頭 很容易就會被人家覺得 你一定是壞 壞孩子 壞人 她感受到就是大家都覺得 我很糟糕 我很不好 她被否定 而且別人決定她怎麼樣 她就是怎麼樣的人 別人覺得她是小偷 她是小偷 別人覺得她就是很髒啊 乞丐啊 她就是乞丐 她會不停的 被別人決定價值 所以這樣子的 而且她是青少年喔 這樣子的孩子充滿了受傷 非常非常的正常的 一定會出現什麼 充滿攻擊性的反應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這部片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感覺就是 好像看起來她爸爸想幫她嗎 一開始也是想幫她 還是把她留下來對不對 可是她的反應常常都很激烈 很容易生氣 很容易受傷 有時候我們在看我們想說 其實你的反應不用那麼激烈對不對 但是可是這其實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為什麼 你覺得她是討厭這個世界嗎 她的感覺是這個世界很危險 的確是因為她的遭遇對不對 可是其實最重要是她很討厭她自己 她覺得她自己很糟糕 好大家還記得我上一張 拋空那些講的東西 她覺得自己很爛 所以她把那個對自己的討厭 投射出去到這個世界上 包含她覺得這些人 因為這個世界是危險的 因為我很爛 所以你們不會無緣無論我好嗎 對不對 所以她會不停的一直很生氣的攻擊 很生氣 但是實際上這個憤怒跟攻擊 背後真正的情緒是受傷的 我不知道大家家裡有沒有青少年 或是有沒有遇過青少年 有的時候甚至不要說青少年 我們大人也是 有時候我們被人家罵一句話 或誤會或侮辱了 有可能我們一開始出現的情緒是什麼 是生氣 欸你怎麼這樣講 你怎麼那麼過分 你怎麼那麼機車之類的對不對 我們不一定會馬上覺得很難過 可是實際上我們真正的情緒是什麼 我們真正的情緒是 當我們被這樣子說了之後 都覺得很受傷 可是受傷是一個什麼樣的情緒呢 受傷是一個很脆弱的情緒 在我們演化的過程中 我們不會隨隨便便 把這種很脆弱的情緒表現出來 所以我們大部分出現的情緒 可能會是憤怒跟攻擊的反應 而這在青少年特別常出現 當你看到了有一些青少年 他特別喜歡找人打架找你吵架 然後動不動就炸桌子 那個拍桌子 老師就會說 我之前在那個高中府 當輔導老師的時候 遇過有學生把那個桌子整個摔碎 就是突然上課時候把桌子整個摔碎 老師直接帶過來 我說那個輔導老師 輔導老師都這樣 各種疑難達症 老師不知道怎麼辦 立刻就帶來輔導老師 老師快點 這個幫我輔導一下這個學生 叫他不要這樣 我叫他不要這樣有沒有用 教官還比較有用 因為教官還比較凶 我這樣一個小女生說 拜託你不要這樣 他最好會點我 不會理我 但是對我來講 最重要的是 我需要理解為什麼 他有這麼大的生氣 那個生氣是真的生氣 還是他背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後來才知道 他被同學言語霸凌攻擊 被羞辱 但他不會表達 然後他忍耐到一個極限 他受不了了 他就炸桌子 然後桌子摔碎 然後可是老師不會看到 這個背後他被同學 就是攻擊羞辱的那一個狀況 對不對 老師只看到他把桌子摔碎 這個狀況 那就算老師知道 他是因為被同學攻擊 老師會不會說 啊同學攻擊你 那是同學不對 大部分的老師通常會講 同學攻擊你那是同學不對 可是你這樣子把桌子摔碎 也太嚴重了吧 對不對 可是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件事 尤其是對於青少年 青少年的前額葉 前額葉是我們一般就是 比較能夠控制自己 情緒化的行為 不要做出太衝動的事情 前額葉是控制我們情緒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腦部的一個部位 因為青少年的這個部分 通常都還沒有長好 所以當他那個充腦的時候 不要說青少年 大人都會這樣 有沒有過你們曾經有過那種情緒 累積到一個程度 突然腦中你們這個東西 啪嚓斷掉的瞬間 小孩叫二十次 叫他去洗澡都不洗 一直在那邊打電動 突然媽媽腦中就啪嚓 然後就大麻對不對 這種連大人都會有的事情 小孩當然一定會 所以你要他去表達說 我被你這樣罵 我覺得好受傷喔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說 有可能嗎 大人都做不到 何況是青少年 所以當你 這就是我們說去瞭解自己 真正情緒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後來跟那個孩子談 他瞭解他的那個 情緒是受傷 而不是真的生氣的時候 他開始掉眼淚跟我講的一些事情 而後他的攻擊在 翻上情緒暴衝的狀況 就好很多 在他快要爆發的時候 他會跑來找我 如果今天我們了解我們的情緒 我們知道我們最重要的情緒 是因為受傷 我們就不會不停的生氣 因為我們會去好好了解那個受傷去理解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互惠我以為我是生氣 我每次都是用生氣表達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生氣越生氣越多 越來越生氣 你不管怎麼發現都很生氣 然後我們就覺得心理自傷是騙的 說要去多碰觸自己的情緒 這樣我可以更理解 沒有我越碰觸我越生氣 我越覺得不舒服 那是因為你碰觸的不是你真正的情緒 所以對於這個孩子也是一樣 他的憤怒跟攻擊反應 其實是因為受傷 可是對於他身邊的人能不能理解 其實我想是很困難的對不對 你要碰一個像刺蝟一樣的孩子 你會不會很容易受傷 除非你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不然你會很容易受傷 所以大家也覺得束手無策 對不對 所以他在自己的狀態裡面 他覺得他自己很受傷 應該說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很受傷 他很生氣 他有沒有辦法理解 當他身邊的人 出來這樣子的一個孩子 跑到我們面前 我要接受他 然後我會有一些手足無錯 跟不知道怎麼跟他相處的一些反應 他可以理解嗎 我想一定不信對不對 他會怎麼去解讀這些手足無錯 你們就是討厭我 你們就是不接受我 你們就是看不起我 因為他一直以來都是這麼看他自己的 一直以來他身邊的人都是這樣高興他的 這會形成他對自己主觀的理解 也會形成他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那他容不容易讓別人了解他 不可能 他大部分講的都是很生氣的講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去解釋 他說發生了什麼事 他覺得很難受很受傷 這也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不是這個孩子他能力不夠做不到 而是因為要去講出我們脆弱的情緒 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那代表別人知道我的弱點對不對 所以對於他覺得這個世界很危險的孩子 他怎麼可能去跟別人說我很受傷 因為我講出來別人也不一定會離我啊 對不對 他沒有過好的被接受的經驗 所以他很難去好好跟別人說自己的心情 而且當他不停不停的感覺到自己被這個環境拒絕 這會是惡性循環嗎 你沒有辦法讓這個環境了解你 你做錯的行為一直都是在攻擊任何想要幫助你的人 最後這個環境會接受你嗎 不會 那你會不會不停的去跟自己說 你看對嘛 這世界上沒有人愛我 沒有人會接受我 我就是很懶 這個世界每個人都很壞 會不會是我的結果 有趣的是這個東西也會帶來我的人際關係 我在 因為我大部分是做自費個案 所謂自費個案就是 我後來自己在診所 大部分都是收費的 就是一個小時多少錢 然後我坐自上這樣 我大部分遇到人際問題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狀況 成人也是 在職場特別容易 我覺得誰誰誰看我不順眼 我覺得很多人看我不順眼 我覺得那個誰誰誰這樣子講話 是針對我有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也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當你不停的覺得別人就是可能對我有意見 可能覺得我做得不夠好 可能不滿意我做的事情 我會不會過度去解讀別人的每一個行為 有時候他今天看我一眼看起來也測不太爽 我就說我老闆 我想說完蛋了 是不是我上次什麼事情做他 做給他他不滿意 那我會不會就很緊張 我跟他互動會不會就非常非常擔心 會不會造成我們時間更容易有一些摩擦 然後最後就得到一個結果就是 我好像很容易 就是人際上有很大的退門 這種東西我們在心理學有一個名字 叫做自我應驗預言 你會做出你自己假設會發生的事情 很恐怖的對不對 這個不是什麼吸引力法則 直接是心理學的一個名字 那就代表著他已經被認證了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自己可以親信 當你太過主觀的認定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有時候反而會使得你慢慢的真的變成那個樣子 好 好 那再來我們 因為接下來我想要討論一下他的父母 很恐怖耶 很恐怖對不對 超厲害的是這個女生她是個名模耶 她之前拍內裡都有夠正有夠漂亮 那不我真的是嚇死我了 提外罵一下 這個媽媽那個時候大家記不記得跟那個 Apple住在同一間房間的卡西 她講了一段話 你痛恨她對你做得很不切 但是你知道你內心深處人男生愛她 這讓你感覺更痛 大家還記得這一段話嗎 我那時候看這段話之後我覺得我心好痛 我在現在從心理智商工作的時候發現家庭 對人的心理狀況影響真的非常的大 那個大事有很多過去的傷痕 你以為那是過去了 但是他會在現在的時間 現在的生活甚至你新的家庭 不停不停的出現 然後你都不知道原來那是過去的影響 以父母為例 其實我可能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很容易接觸到 不管是目睹家暴的孩子 或是已經真的有被家暴的孩子 但是那個時候不會叫家暴 他就知道叫什麼替發 你做錯事所以我要揍你 只是那個揍的方法比較像是 今天爸爸心情不好 你又剛好做錯事我就揍你一大堆 那個生氣跟發現那個體罰的狀況 是帶有爸爸在外面的工作中遭受的挫折 我不能打出罐 然後回來看到小孩亂七八糟 一氣之下打了 爸爸是不是故意把氣發在小孩身上 不是故意但是他對自己的情緒理解太低 以至於他不知道怎麼來做這個事情 當然相反媽媽有時候也會這樣 因為牙齦很大對不對 但是在這種狀況之下 小孩唯一可以依靠的對象是誰 其實就是父母 小孩很懶惰 你看剛剛那個出生的小孩 他能做什麼 小小的軟軟的 隨便放在路邊可能就被狗叼走了對不對 他什麼都沒有辦法做 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對象是誰 就是爸爸或媽媽 他身邊照顧他的人 可是當這個人是會傷害他的時候呢 會不會很會 那個恨會很巨大 因為我們誰都希望 爸媽是最照顧最接納最包容我們的人 結果這個人不行 我們會不會恨會很恨對不對 可是我們期不期待他的愛有肯定 非常期待 不管他有多糟糕 這個這個就是身為父母和小孩的一個非常痛苦的增長 我把它稱之為理想的父母還有身為孩子的名罪 這個是一個題外話就是 我時常遇到 來自小婆哥 跟我聊到說 當他們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父母會說我養你這麼大 你這樣侮蔽我 你這麼無效 對 那時候那個個愛跟我講的一句話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這個我有經過他同意 他說可以分享 就是 這就是我身為孩子的原罪 我被生出來了 我沒有被之後同意 我沒有被問說 你願不願意被生出來 沒有我被生出來了 我被父母養了 因為我小的時候沒有任何能力跟力氣 所以我一定要被照顧被養大 但是這些被養育的過程成為我的原罪 成為我如果沒有讓父母開心 沒有聽父母的話 就會被你出來說嘴的原罪 那個時候我的那個個案是 哭得非常的奇才 不過我想這句話 我那時候在 坐在他對面的時候 我的感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父母真的是覺得這是孩子的原罪 或許不是 可是我想這跟我們的文化有關對不對 我們很重視孝道 很重視孝道 孝道要給孝順 孝順要先怎樣 你至少要順 你有順才有孝 所以很多 不是說父母這麼過分對小孩 而是大家都是這樣被教育的 所以 在這個過程中 孩子會有罪惡感 即使這個父母再怎麼糟糕 面對這樣的父母對自己 做出不當的行為 甚至打自己或什麼 會不會有罪惡感 會 怎麼樣的罪惡感 是不是我真的很壞 他才會這樣 我遇到很多曾經被家暴的小孩 現在都是大人 即使很恨他父母 但是最後內心深處最深最深的痛都是 是不是我真的不夠好 你才會對我這麼糟糕 是不是我的錯 那這種孩子對自己的自我價值會高嗎 不會 而且最可怕的是這種孩子 要不就是可能真的狀況很差 要不就是狀況非常好 非常優秀 表現非常好 社會地位非常高 但是他永遠對自己沒有任何自信 這種孩子非常非常多 那另外 這樣的孩子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罪惡感 大家看見不見那個Apple 有講到嗎 就是 就是他有跟那個牧師講到 講到一個東西就是 他說他會想他媽媽現在變成這樣 是不是因為他 為了養他 為了我 就是那時候他們坐在那個教堂那邊 就是要念那個聖經的地方走 那時候牧師跟他說了一句話 也是神父跟他說了一句話說 這是他的路 不是你的 很多孩子 爸媽跟孩子互相都是 會去互相去想要扛對方的責任 爸媽會覺得孩子的未來是他的責任 對不對 在場合沒有很多爸媽 我猜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如果小孩 小時候哪一個東西 決定不對 如果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是我的錯 有些爸媽都會 我覺得這樣很厲害 因為這個就叫界線 這是我自己最擅長的部分 叫界線 但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這就叫界線 也是讓孩子 開始能夠對自己的人生產生責任感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 小孩會不會想要替父母單責任 會耶 父母現在這麼糟糕 尤其當父母有時候會用罪惡感 讓小孩就範的時候 你現在可以這麼好 還不是因為我幫你的 還不是因為我教你的 還不是因為小時候我有打你 很多真的很多父母都這樣講 沒有我媽都跟我這樣講 我小時候是被體罰到就是很爆炸 小孩 我是沒有被罵 但是被體罰得很慘 就是那種 因為我小時候有一點點疑似ADHD 可能現在去會被會被說 我就是妄性很強 小時候很愛講話有沒有 然後上課就是很愛問問題 就不看任何場合 老師 就舉手 老師你上次這個東西 不是講這樣 你講錯了 然後我還帶字典去說老師 你看你教錯了這樣 有沒有很討厭小孩 小時候被老師非常討厭 然後每天媽媽都被教去學校 所以那個時候 我常常被我媽揍 非常常 然後我媽現在就會說 你現在有這樣的成就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揍了你 所以身為一個心理諮商師 就要教導一下媽媽 不是的 是因為我自己很努力 你有教我 但是不是因為你揍我 這對於父母來講 會覺得 你現在有一些好的 是因為我 那對於某些孩子來講 這是一個很深的罪惡感 我好像原來都欠你 對不對 那既然我欠你 如果你過得不好 是不是因為我管情 會有這種壓力 如果你過得不好 是不是因為你生了我 你要養我 你才會這麼辛苦 所以我覺得那個神父說了一句非常棒的話 就是這是他的路不是你的 這是幫助這個孩子 帶著不用一直懷抱著 對父母的恨跟罪惡感 一直一直走下去 這一個方式 他才有辦法去走出他自己的人生 對不對 再來就是爸爸 我看這個過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很想到最近的新聞 一個很大的新聞 因為已經開始有人點頭 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朱哥亮跟謝敬燕的新聞對不對 喔 真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剛剛那一幕 就是他抱著這個孩子的時候 那個感覺怎麼樣 我那時候在看這一幕的時候 我就不問 感覺是個大可解 但是我們還是先討論一下 他一開始大家還記得那個姓嗎 那個姓他提到說 他覺得好意外喔 怎麼會發生那個事 然後他原本是希望 他媽媽 Apple的媽媽 把他打掉對不對 墮胎 他媽媽不答應 跟Apple一樣堅持 然後呢 等他女兒來找他 那個葉花蓮兒 他一樣到他女兒怎麼樣 墮胎 我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喔 我承認 我那個時候看到他爸爸要他墮胎 Apple 要被帶去承受的時候 我那時候都收了一口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跟我搖擺 他是大家覺得生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那時候覺得一個這麼年輕的孩子 他自己的生活都沒有辦法 Cover 他爸爸 好不容易可能會收留他 他可以開始新的人生 他可以擺脫那些很痛苦的 就是被搶包被很暴力對待的那些在街上乞討的那樣的人生 而且但是他現在如果要生下這個小孩 他的人生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會有點覺得說 唉 如果你把這個孩子拿掉的話 會不會對你的人生比較輕鬆 我在想那個爸爸如果想一樣的事情 因為對他來講 他的人生現在一切都在軌道上 可是Apple是一個不在軌道上的人 他現在要把這個不在軌道上的 這一個孩子 納進他的生活 他有沒有試圖去瞭解他在想什麼 其實沒有 他那個時候遇到Apple的拍照 他從來沒有去問過Apple你的意願是什麼 對不對 你為什麼想要留下這個孩子 沒有 而且他讓他的老婆去處理 所以對他來講某方面我也覺得 不是不能理解他的想法 因為對他來講 他的人生一直都是在控制當中 直到他女兒床入 那他不懂 他也沒辦法去理解他 他也沒有花時間去理解他 那個時候你們還記得他在他床邊 跟他聊了一段什麼信任跟尊重的話 就是我跟我的那個夥伴是 可是他有沒有真的去信任Apple 他其實沒有 因為他不信任Apple 會自己做決定就是他想要留下這個小孩 他也沒有好好去瞭解 Apple的需求是什麼 他只是不停的去告訴Apple 他的需求是什麼 你要留下來 我就是你就是要照我的方式去做 之類的 所以這其實在很多父母的狀況都會出現這樣 是不是好意 是好意 可是了不了解小孩 不夠了解 有沒有機會去了解 沒有辦法了解 但是父母是不是故意這樣 其實也不是故意的 是因為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幫對方做決定 尤其是他爸爸是一個 看起來是個華爾街賺很多錢 社會地位高 算是成功人士 就在我們那個PTT 鄉民的用語 就叫做人生生利主 就是溫娜 那有人笑了 表示也是有鄉民在這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他會不會覺得他女 他會不會相信他女兒的決定 他其實不太相信他女兒的決定 他覺得他女兒把自己過得這麼糟 一定按照他的決定會比較好 所以他幫他做決定了 還好Apple跑了 不然這個電影就沒辦法繼續了 不是啦 不然就沒有辦法 後來他可以抱孫子 對不對 那個小孩的出生是不美好的事情 這個時候就會討論到高高在上的權威 他那個時候的爸爸 對於自己的地位還有生活 現在想要的那個生活 非常想要掌握住 還可以控制一切的生活 不要因為Apple而整個亂聊 所以他需要做一些要求 其實這個東西就叫教育 我沒有辦法很彈性的讓你去決定一些事情 讓這個生活有一些未知 因為我不能確定這個未知 會不會這麼大跨我的生活 那個東西就叫教育 這個在父母 那個田大學生考的科系的時候 申請入學的時候 我常常會遇到爸媽就會很緊張 問我說小孩說他還想念設計 可是我覺得台灣設計真的很沒有錢 那個我看那個隔壁那個老龍的女兒 他說他現在畢業已經都多久了 一個月只有兩萬二 然後這樣怎麼生活什麼之類的 這個就叫教育 我們就會很想要幫對方做決定 可是這個人生是誰的 你不可能幫他過一輩子對不對 這是他自己的人生 所以這是爸爸一開始採取的方式 而Apple這個時候有沒有能力讓爸爸認識他 理解他的教育 沒有能力他還在攻擊還在受傷 他只是氣 覺得你怎麼可以這樣 就是他跑掉了 他沒有能力跟對方做協商對不對 接下來Apple跑到了那個那個教會 其實我覺得那個聖父 那個聖父我怎麼一直講 那個聖父真的很棒 他在遇到Apple那時候在醫院 很兇的攻擊他的時候 他有沒有很受傷 他其實沒有很受傷 那個對跟他爸爸啊 或是他那個爸爸的老婆 反應不太一樣 爸爸老婆其實和爸爸都覺得有點手不錯 又覺得有點受傷 然後就覺得說你到底在搞什麼鬼 可是那個那個程度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很清楚 Apple現在會這麼這麼的生氣 這麼這麼的攻擊 是因為他實在受了太多傷 而他氣的人並不是他 是那些過去千千萬萬虧待他的對象 他其實知道這件事 所以他也沒有生Apple的氣 很酷吧 所以當Apple那時候跑去跟他道歉的時候 他跟Apple講的一句很重要的話 永遠不要為了你真實的感受道歉 這個在情緒 我之前很重視的情緒界限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的感受是真的 對方真的讓你覺得受傷 你可以把你的感受說出來 但是如果你說的話攻擊性太強 真的也讓對方受傷 那你要為你說的話負責任 大家都各自為自己的情緒負責任 但是別人的情緒 你不用為他負責任 這個如果有興趣的人 你會可以再來問 或是在 如果我有講座有興趣再來聽 但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句話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句話 就是永遠不要為你真實的感受道歉 對於Apple來講 這是有人第一次真心的接納他的感受 沒有給他任何譴責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因為對於我們人來講 常常會有人問我 我要怎麼增加我對自己的自信跟自我價值 我要變得很厲害嗎 我要做很多事情 我要學很多東西嗎 不是 學會在乎你自己的感受 當你每一次跟別人一起互動 你總是覺得別人的感受比你重要 你要一直去滿足別人的需求和感受 你會覺得自己重要嗎 如果你不會覺得自己重要 你又怎麼會覺得自己有價值 所以承認自己的感受 尊重自己的感受 是增加自己自信跟自我價值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課 學了合作這個也很酷啊 那個 那個誰 我不想忘記他的名字 那個射尖 就是那個創辦人 凱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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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時候跟他坐在肚子對面 他說你老婆要白帶回去 我這裡不能留你 除非你跟我講 為什麼你媽會在你 那時候 Apple他還在他自己的那個受傷 他覺得他講了別人可能不會懂你不會接受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 我不想說 結果Gathy就跟他說 那你如果不想說我也沒辦法幫你 我不可能為了你讓這一個屁股所被關起來 因為我對其他人有責任 你不能因為你的任性 就要我去懂你 就是那個春風化雨的概念就是你都不講 然後你一直拒絕我 我就要去懂你 沒有這種事 天下沒有這種事 即使你對這個世界充滿的意義 你必須學著跟這個世界溝通 讓世界了解你 你才有辦法跟這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活下去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社會化很重要過程 我們去學校就是要學這個啊 怎麼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 所以他開始教他 沒有人要跨越自己的界限去幫你負責任 你自己要負起你自己的責任 你要怎麼學會跟世界溝通 然後你已經要當一個媽媽了 對不對 動不動 因為一時就是我有志氣 然後就拋走 他可以去垃圾桶解凍力吃小孩可以嗎 不可以啊 所以Cathy教他這件事情 所以他慢慢的在這裡面 開始學著跟這個社會溝通 然後他開始慢慢的放下他的武裝 跟一群女孩子一起互動的 那時候那個互動很重要 有螢幕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就是大家偷跑到一個老師的辦公室 大家最喜歡做這些老師 看大家寫抄信都寫什麼評語 有沒有 看會怎麼寄給爸媽那種感覺 好去算那個 那時候 Apple說了自己的經歷對不對 他旁邊的那些人說了什麼 我們不覺得你很有侵略心 你放心我們都相信 我們都在你身邊 這些人知道他的傷痛 不會用這些標籤去決定他的價值 對不對 大家看到我是活生生站在他們面前的Apple 不是那些病例裡面一個一個標籤的Apple 這件事情對Apple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代表這些人是無條件的 代表這些人是無條件的去包容他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的人生就重新開始 而他也沒有人跟著卡西離開 因為對他來講在這個時候被接納被包容 跟一個群體互動跟自己可能想類似遭遇的女孩 他無必總是要一直覺得自己最慘 因為裡面一個自己一樣慘 甚至比自己慘的也還有對不對 他必須學會的不是一直去說自己很慘 然後讓自己站起來 而是開始要去面對自己的傷口 開始療傷 開始學會怎麼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所以這個無條件的包容讓他留下來 而他也在那邊感受自己的價值 他還借記得那個聖誕樹 他去弄了一個那個風車 說真的我覺得在台灣的社會 大家對於稱讚是比較令習的 可是他那時候在弄風車的時候 所有人是非常真心的說 哇塞這個真的是太棒了對不對 對他來講 原來大家這麼重視我 連我做了一個其實好像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大家都好肯定喔 沒有任何的評價 這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慢慢找回 原來我真的是值得被愛的 原來我是有價值的 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只有找回自己的價值 跟知道自己的位置 你才有辦法學著跟這個世界合同 你在那個受傷反應 還在做捧獸之鬥的時候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那個時候他開始相信他的感受是重要的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他爸爸說要讓他搬回家嘛對不對 他甚至跑去跟那些女孩子要說他要走之後 他講了一句說他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開始跟他們講這些女孩子對我有多重要 我要離開這裡我有多難過 這在Apple來講簡直就是情天比例非常可怕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以前的他 他以前人家問他你在想什麼你感覺是什麼 他的生氣我不想講怎樣 反正講的也不會有人懂 大概這是很青少年的反應嘛對不對 可是後來他鼓起勇氣把自己的感受說出來 因為他知道這些人重視他的感受 而且會聽不會有太多評價 所以他說了而且他被接受 這些人雖然對於他離開很失望 但也沒有罵他 沒有 大家還是接受他想要選擇新的人生 想要離開這裡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幕是 我認為他跟爸爸說的那一段話 最後一幕的時候 他跟他爸爸說 他發現為什麼在這一個地方 他這麼的捨不得離開 而且他感覺到了什麼 他感覺到自己很重要 很有價值而且被愛 而且沒有任何理由 因為爸爸現在接受Apple 導師說第一他生了小孩 他生了小孩看起來 有沒有那個詩沒散過 和顏月色 而且也沒有就是看起來很容易生氣或什麼的 我要接受一個這樣的孩子進來的家屬 沒有那麼困難對不對 可是剛開始的Apple是什麼樣子 大家還記得嗎 很像 對啊 披頭散髮很髒 然後看起來動不動就要找人打架 然後講話動不動就大小聲 這一個地方就這樣接受了他 大家沒有因為他這個樣子就說 你很爛 你很糟糕 我很討厭你 我不要霸凌你 有沒有 他們在他最糟糕 覺得自己最沒有價值的時候 無條件的包容他了 無條件的接納他 只因為他是Apple 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社會地位有多高 或怎麼樣的人 所以他相信自己有價值 而他開始跟爸爸說一件事 而這時候的爸爸也做了一件像爸爸的事情 他去理解他的感受 他沒有情感受傷 他不是站在自己的位子 有些爸爸說不一定會情感受傷 我好不容易已經準備了一個那麼漂亮的房子給你 然後你就這樣跟我說你不要買 那你是覺得我不夠好嗎 所以我沒有那群人好嗎 然後就聊好了有沒有 那爸爸沒有 他懂 而Apple也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有一天我會變成你的女兒 但請你給我一點時間 他學會跟爸爸溝通 你去理解爸爸的感受 這是他之前那個跑步出去 爸爸在那邊追他 沒穿鞋子的一次 他沒有辦法理解爸爸的感受是什麼 他現在知道所以他說了那句話 對不對 所以當他開始去跟他以前 不敢溝通的溝通而且被接受 這代表他重新獲得了這個世界的連結 不是自己一群跟自己很像的人去弄而已 我這樣講都要大家大概懂我的意思嗎 他重新有辦法用他自己的方式 跟這個世界做連結 而且被接受了 爸爸接受了 給他時間 所以這一幕我覺得超級感動 對不對 然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這個是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遇到的一個狀況 那個時候啊我被就是有一個孩子被學校老師帶來 然後跟我說這個孩子啊就是帶一個木棍去學校要打老師 然後他就被送過來 然後啊要送過來前他們有些電話跟我聯繫 我就想說那個時候剛出來工作吧 就還蠻嫩的有沒有 小菜鳥 想說啊糟糕 聽說那個同學是腳頭老大 就是很厲害喔 很恨後面跟很多小弟啊 就是恰流恰厚那種 然後我就想說不知道一個諮商室那個領按了之後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我跟我同事問這件事 他就說按鈴就會鈴聲就會響 響了之後我們全部都會跑走 我就欸那你們全部跑走那我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其實是蠻緊張的 我記得前一天晚上我還在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後來我遇到這個孩子 我在進去的時候我那時候就告訴自己說 我先不要去想老師跟我講的那些他的標籤 什麼恰輪恰後的帶木頓啊老師什麼的 我想要先理解這孩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真的沒轍的我再來想辦法 看是要去練空手道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先去跟這個孩子聊天 所以我發現這個孩子他不停的打架 不停就是那種在路上就是標準那種 人家看他眼睜掉然後就打起來 然後我就覺得你是體力太多嗎 可以去運動喔去跑個一萬公里之類的 你可以不用這樣 但他就說沒有他就想打 然後他就是笑笑的跟我講這件事 後來我發現他有很多很多的生氣 包含他在過去他是被霸凌的 他發現他如果不夠強壯的話 他可能就會被欺負 所以他變成那個時候救他的人 不是學校老師不是信仰 是什麼 是他們學校的老大 他們學校老大說你來幫我找你 我不照你 然後他就變成老大不歸路 那個時候那個孩子跟我講一句話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說他遇到了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因為被罵你但是他有信仰 所以後來就變得整個情緒平靜很多 那個孩子跟我說 我多希望的時候我遇到的是這個 可是那時候救我的是那個老大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這句話感覺怎麼樣 我當下聽到我眼淚就掉下來 他就說個這樣的話 他想他的打架 他的那些很憤怒一直找找茶 跟人家 人家覺得他是找茶的這種 是因為他的背後有很深很深的痛 他覺得他是沒有用的 沒有辦法被接受跟被愛的 因為那時候他被霸凌的時候 爸媽也沒有辦法去處理太多 而當他開始跟著老大的時候 爸媽就覺得你怎麼變成這樣 這樣好不好很不OK 偏偏罵他 甚至揍他 否定他 有沒有了解他 沒有 他的感覺是他沒有辦法被這個世界接受 他就是爛掉了 他只會用這個方法生活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討論未來的目標時 他跟我說 老師我覺得我可能可以當北部什麼什麼我們的老大 這是我未來的目標 他其實是一個很聰明 然後很有想法的孩子 其實也蠻會厭俗的 我就說這真的是你想要嗎 他跟我說沒有辦法 我的人生已經被選擇了 我聽這句話的時候我覺得好酸 我的人生已經被選擇了 因為即使我現在想要 他開玩笑說我想要浪子回頭 也沒有人覺得金土壞啊 大家都覺得我還是老大 這就是他那時候在學校的狀況 當他跟別人 跟那個Apple有點像 當他跟別人起衝突的時候 即使不是他去挑釁 老師就會覺得說 你看就是你 就是你會出這個問題 可是 因為他民生很響亮嘛 有時候會不會有些人 特別會去找他麻煩 其實很容易 這就是青少年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 這一個孩子他 教會我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刻 就是每一個孩子的憤怒跟供給背後 都有很深很深的傷口 還有那些 要你瞭解這些孩子錢 不要因為你瞭解 而是去瞭解他背後 去做這些事情的原因 然後教他跟這個世界溝通的方式 但是你一定要先理解他 他覺得他被理解了 你給他的建議 他才有辦法去想 那他可以怎麼做 你給他建議也不是要他完全按照你的方式去做 因為他有他自己的做法 說不定他的存在更好 但是你可以給他一些建議跟調整 但是首先你要先能夠了解他的心情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小故事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談兩個部分 一個是因為 我認為任何教條式的東西 在情緒困擾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被接受的 你如果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拜託這個社會都講給你幾百遍 你要是做得到的話 你幹嘛來心理紛張 對不對 我們必須要去理解自己 為什麼會這麼想 那代表你有很多很多的生氣 可是 而且代表你對現在的人生 你很不滿意 可是這也代表了 你認為爸媽可以控制你全部的人生 是這樣嗎 你要負責任吧 我會這樣 爸媽有影響 可是我有選擇 我有力量 我可以為自己做些什麼 這就是我必須把我的責任拿回來 而不是無止境的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 這件事情 不但拿回責任這件事情 不但會讓我們比較有責任的卡 還會怎麼樣 還會讓我們覺得我們比較有能力 因為我們的人生不是被別人控制的 我們自己可以控制 對不對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我認為非常重要的概念 然後第二個 學會 學會 照顧憤怒背後的相同 我之前有遇過 就是我剛剛有分享的 當你一直去發洩那個生氣 尤其是做諮商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要學會照顧自己的情緒 這是畫挑手的對不對 我們要宣洩你不敢憤怒 你要宣洩出來 然後你就發現你越先去越多 然後越來越氣 甚至有些人跟我講說 有些 有些 來 思想不安跟我講說 覺得不能 不是不能理解 為什麼 像正結 或小燈泡那樣的人 就是 殺 這樣子攻擊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沒感覺 因為過去 在生活中 被父母 一些 不管是被提罰也好 或是被 甚至家暴也好的 這些傷痛太深 生到為了要生存 所以一定要自己沒感覺 我連自己的感覺 痛苦 我都感覺不到 我怎麼會去感覺 別人的痛苦 就跟我剛剛講 Eco一樣 其實這句話是 非常非常難過的 就是 我覺得我不是不能懂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們沒感覺 當你不停的去發現 那個憤怒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那個憤怒越發泄越多 你真的 就像我 那時候 哥倆和我們這樣說 我問你 好 你殺人了 然後呢 你會因為這樣 你就覺得不生氣了嗎 不會 那個是很深的空虛感 可是那是做了 才會知道的吧 那問題就是 必須要有人讓他們知道 其實女性 長大之後很容易 再找到 會加暴的男性 結婚或是當男朋友 是說他們很倒楣 磁鐵 就一定會吸到這樣的 不是的 而是當他們遇到這樣的人的時候 一般人會跑 他們不會 因為他們很習慣 覺得自己會 就是應該被這樣對待 所以你如果沒有去照顧你自己的傷痛 你不知道自己那個傷痛有多痛 根本不應該被這樣對待 你就會繼續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 然後 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 相信這一切不是我的錯 有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明明爸媽都有 如果做了很多很誇張的事情 我怎麼會覺得是我的錯呢 其實還是會 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 如果 如果我現在變成一個很好的孩子 我變得很棒 會不會我抱安 不會這樣對我 這樣罵我 這樣打我 內心是有這樣的想法的 所以 當你可以相信這一切 不是你的錯的時候 你就擁有一些 你心情跟情緒上的自由 而不是一直因為這個過去 前世自己的想法 否定自己 甚至標籤自己 然後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承認 爸媽就是有他們做不到的事 我們會期待爸媽就是 全世界最愛我們 最包容我們 最接納我們的那個人 如果連爸爸都不能這麼做 我怎麼可以相信別人可以這麼做 其實我覺得 這是很多孩子內心的傷口 當我發現父母真的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那如果我沒有接受這件事情 我就會很生氣 為什麼你做不到 為什麼你就是這個樣子 在網路上那個 那時候在說諸葛亮跟謝金燕的行為 網路上一堆就是把諸葛亮罵得慘 但他對諸葛亮都比謝金燕還要生氣 好像每個人都是謝金燕被這樣對待一樣 謝金燕本身反而沒那麼生氣 至少我看他 不管是公開 或他之前還寫信給他爸 大部分的樣子 他並沒有真的這麼生氣 但是他的確有因為他媽媽的關係 做了一些 提損點的處理 可是我們必須要理解我們自己 是不是對父母這個角色 有時候太過影響 我們一定要不如做到一定的事情 可是有些父母真的沒有辦法 那我們能不能接受 這樣子的失望 相信那不是我們的問題 然後開始練習當自己的父母 用自己能夠接受的方式 開始學會愛自己 當你不停的想說我喜歡找到一個 可以很接納的人 我其實 尤其是談戀愛的那個個案 會沒了 我真的好希望對方非常非常能夠 包容我理解我 接納我的一切 我就問一個問題 先問第一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接納你自己的一切 當你跟我說 沒辦法我覺得 我有什麼缺點什麼缺點什麼缺點 我說好 你自己都做不到 你要人家做到 第二個 你可不可以接納別人的一切 他做的再差你都超級愛他 大部分的個案都跟我說 對我做不到 都是對嘛 大家幹嘛這樣苦苦相提 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要人家做到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先學會 對自己做這件事 接納自己的一切 接納不代表我不進步 接納是知道自己現在 大概就是 孩子能做到這樣 可是我以後可不可以更好 可以啊 可是我現在可能事先就是這樣 我就是很容易生氣 比如說像我自己最近就 我有在做這件事情 我很容易生氣 可能有時候 工作壓力較大的時候 去便利商店 店員可能稍微 口氣差一點 我就覺得 口氣怎麼那麼差啊 然後我就翻白眼這樣 然後那時候心裡 就會出現一個罪惡感 可是你是心理智商師 你這樣子對嗎 你這樣子是不是 他不會控制你自己的脾氣 我後來慢慢練習 我也是人嘛 有時候我就是會容易含糟 我壓力大聲 我就是會這個樣子 那我能不能接受我自己這個樣子 我接受 那我要了解為什麼我這麼容易煩糟 如果是我自己工作壓力太大 我就要調適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要練習 當孩子 當我們自己跌倒遇到挫折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下一個了解的 自我接納的重要性 當我們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覺得真的是因為那個挫折的身上 我們超級受傷 還是我們對自己罵得不好 通常都是罵自己的話 那些覺得自己這樣做不好 怎麼會做得那麼差 所以是不是自己很不好 或者是你怎麼那麼笨啊 怎麼連這個事情都做不好 通常都是這種話 讓我們非常非常的受傷 所以你會陷入憂鬱 不是因為這個事情 而是理睿自己的看法 我之前有遇過學生或聊過說 老師我很想申請你去學校 我去申請 結果我沒有上 我超難過 我爸爸超擔心 他在家裡難過了一個禮拜 爸爸說怎麼辦怎麼辦 他這麼難過 我應該要讓他趕快好起來 而且接下來要準備指考 還是什麼東西的對不對 這個孩子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他會這麼難過 我後來跟他聊 跟他自己覺得自己連一個學校都申請不上 實在是太糟糕了 會不會連指考都考不上 真的是太爛了太笨了 他對自己的這些責罵 造成他後來先流動 這些責罵有沒有很熟 我們常常會說交折必敗 要不停的去看自己的缺點 我們才會進步 所以我們從小的教育 常常都是又罵 哪裡不好就罵自己 對不對 這很可怕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知道當你這樣罵自己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你什麼事情都沒辦法做 然後大家講說 可是我後來就很努力 你後來努力那是你的能力 你想要變得更好的努力 讓你去超越這個缺點變得更好 但絕對不是你罵自己 你罵自己的那個時候 大家可以感覺一下 通常你罵自己 把自己罵到 就是貼在牆壁上的時候 你就是什麼都沒辦法動 你就像掉進一個洞裡面 爬都爬不出來 那就叫做憂鬱 憂鬱是沒有辦法用你做事情的 所以你需要去練習 如果這個事件 以我這個學生來說 你會那麼難過 那是正常的啊 因為你很努力對不對 你有多難過就代表你有多努力 你才會這麼失望 如果你沒有努力過 你會不會失望 不會啊 反正沒差啊 我就是要準備指考 對不對 所以你的難過其實也正理了 你很努力 你應該給自己拍拍手 但是會不會難過會不會錯 會 那就接受廢話 我準備那麼久 一定會難過 難過正常就讓自己難過吧 可是如果你還順便罵自己 去踹自己幾腳 那你躺不起來 剛好容易啊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朋友如果 挫折 好考試沒高啊 還怎樣 你會在旁邊說 哎呀你就是那麼爛啊 你就是可能都考不上來 這輩子就這樣 會不會 不會吧 如果是你的好朋友 你會不會做得錯 你才會被打死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會對自己這麼做耶 你們都發現這個是 我們常常對自己這麼做 為什麼 所以當你覺得你沒有自信 沒有自我價值 覺得自己很糟糕 很多時候 跟你自己對自己講的話有關 所以請開始練習 當你自己的好朋友 難過就讓自己難過 不要要自己趕快好起來 因為你不一定是有原因 你今天感冒 發高燒 你會不會要自己馬上跑起來 趕快去跑三千公車 不會吧 可是當我們心情不好 一定是有理由的 就算是天氣好 也算是一個理由 我們卻會一直要求自己 要趕快好起來 很不合理吧 我覺得很不合理 所以請開始練習 當你自己的好朋友 接納跟理解自己 不管是人也好 拍你的情緒 好 大家拍好了 我要按下一張嗎 好 這個是我的粉絲專業 然後裡面有一些關於我的 就是關於剛剛講的憂鬱啊 焦慮啊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 親子相處的文章 然後 直接QR Code 如果要的話 直接QR Code就可以 拍就可以加入了 對 然後基本上 你打關於你的心理事 也會找到 或是打我的名字啊 也會找到 因為我的名字還蠻少見的 對 那今天呢 跟大家的分享就到這裡 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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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